请看《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节到二十九节。 《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节到二十九节。 《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节。 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 十三节。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神的面前甚大。神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十四节。 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神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十五节。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十六节。 但罗德迟言不走,二人因为神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十七节。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十八节。 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十九节。 你夫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二十节。 看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二十一节。 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情乎你所说的这城。二十二节。 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城,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二十三节。 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二十四节。 当时,神将硫磺与火,从天上神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二十五节。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二十六节。 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二十七节。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神面前的地方。二十八节。 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摇一般。二十九节。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勤护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勤护之中出来。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的带领。 今天晚上,我们想根据这一段圣经,继续来谈谈罗德逃出所多玛这个题目。 这一段圣经很详细地记载神怎么样毁灭所多玛跟俄摩拉。 同时,也很详细地记载罗德一家是怎么样逃出所多玛的经过。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故事。 也是活生生的事实。 今天留在圣经里面,就是做我们的见解。 带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 所多玛是上古时代很有名的文明城。 只不过这个城也是一个非常罪恶的城。 我们根据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 在圣经里面,所多玛可以代表罪恶的世界。 跟埃及还有巴比伦一样。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深重的世界里头。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也要被神毁灭了。 就好像当年的所多玛一样。 所以我们也应该要留意。 到底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要教训我们什么。 有关这个题目,我们想分成三部分来说。 第一部分是信仰的危机和转机。 第二部分是信仰的本分还有提醒。 第三部分是信仰的历程与突破。 我们要从这三个方向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很感谢主有关第一部分。 我们上上个礼拜晚上已经一起查考过了。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查考第二部分。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查考第二部分。 求神的灵继续带领我们。 第二部分我们要从信仰的本分与提醒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主题的主要内容就是 是罗德怎样逃出所多玛的。 逃出所多玛就是神救赎的目的。 免得罗德灭亡在里面。 虽然亚伯拉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为所多玛城的人代求。 更为罗德一家来代求。 这个亚伯拉罕的爱心真的很大。 他的爱感动了神。 所以神每一次都答应他。 所以神每一次都答应他。 从五十个亿人开始。 到四十个亿人。 到四十个亿人。 到四十个。 到三十个。 到二十个。 最后到十个。 总共求了六次。 我们看到每一次神都答应他。 但是问题是, 在所多玛城里面, 连十个亿人都没有。 而且连天使他们都要侮辱。 真的是罪恶套天。 所以最后神决定要灭这个城。 不过在神灭这个城之前, 神仍然想要救罗德一家人。 为什么呢? 因为罪德具有蒙怜悯的条件。 因为罪德具有蒙怜悯的条件。 至少他天天为这些人的罪恶伤痛。 至少他天天为这些人的罪恶伤痛。 至少他还懂得用爱心来接待客旅。 而更重要的是, 神顾念阿伯拉罕爱心的祈求。 所以神想救罗德一家出所多玛。 这是神的心意。 也可以说是神额外的恩典。 但是我们看到罪德要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 也有他应该尽的本分。 什么本分呢? 总的来说就是要逃。 要逃跑。 要努力逃。 要认真的逃。 要照着天使的勇气来逃。 要逃跑。 否则的话, 他仍然要死在所多玛城里面。 因此, 怎么样来逃, 非常的重要。 今天晚上, 我们想从这一段圣经提出四点来彼此勉励。 第一点, 不要留下属自己的人。 第一点, 不要留下属自己的人。 我们看《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 看《创世纪》十九章的十二节。 《创世纪》十九章的十二节。 《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节。 两个人对罗德说, 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 无论是女婿, 是儿女, 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 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 这是天使对罗德所说的第一件要事。 这个是最重要的。 天使问罗德说, 你这里还有什么人? 《创世纪》十九章的十二节。 这是本分。 这是本分。 我们看到神不只是顾念罗德, 也顾念罗德的家人。 为什么? 因为家是神所设立的。 所以家在圣经里面是神拯救的一个单位。 我们看九月时代。 在诺亚当时, 圣经说, 只说诺亚是个义人。 没有说到他的儿子, 也没有说到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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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后, 诺亚一家八口, 全部得救。 我们再看看新约时代。 在菲律比这个地方, 第一棵的种子就是女的亚, 这个姐妹。 这个女的亚, 圣经只说她很虔诚。 没有提到她先生。 也没有提到她的孩子。 但是后来他们是全家信主的。 我们再看看菲律比教会的第二个种子。 就是把保罗跟希拉关在监狱里面, 看守他们的那个禁主。 当他体验到神的能力, 体验到神的恩典, 服务在保罗跟希拉的面前的时候。 那时候他问保罗说, 他说, 我当怎么行才能得救。 保罗回答说, 你当信主,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只问我自己, 但是保罗回答是, 你一家。 他只问我自己, 但是保罗回答是, 圣经说他们全家喜乐。 可见家是神拯救的一个单位。 神不只是救个人。 神要救这个家。 因此, 人不可以留下自己的人。 这是一种恩典, 但同时也是一个责任。 我们请看《马可福音》。 第五章。 请看《马可福音》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十九节。 耶稣不许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这里既在主耶稣医治, 格拉生被鬼附走的人。 这个人蒙主医治以后, 他求主耶稣能不能跟主耶稣同在。 结果主耶稣并没有允许他。 主耶稣对他说, 你回家去啊。 到你的亲属那里去。 去做什么? 去传福音了。 去做见证了。 把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要诉说出来。 这样可以救你的家人。 因此今天我们说, 福音要传遍天下。 要传给万民。 这是对的。 但是那个过程, 那个方法是必须由近而远。 先从自己的家人开始。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家里面有还没有信的人, 我们应该要赶快传福音给他们。 同时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一定要做好自己儿女的宗教教育。 真正的宗教教育是从家里面开始的。 有些信徒哦。 孙子不知道他祖父当年为什么会信耶稣。 这是不对的。 这是错的。 宗教教育从自己的家开始。 平时就要做好。 这样灾难临到的时候他才有办法逃出来。 很可惜,我们看到罗德在这方面失败。 虽然他去告诉他女婿,他女婿却不听。 他以为他在开玩笑。 结果他的女婿是死在所多玛。 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第二部分。 第二点。 就是不可持也的。 请看回来创世纪十九章。 请看回来创世纪十九章。 十五节。 十九章十五节。 十九节《 天明的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 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十六节。 但罗德迟言不走。 二人因为是神连续罗德, 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 这是天使对罗德所说的第二件钥匙。 天使催逼罗德, 他们说,灾弹马上来了,赶快起来,赶快逃啊。 赶快带着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出去。 越快越好, 免得被剿灭。 这是逃难应该要的精神。 我们看到现在那个电影在演那个灾难片。 你看到那个在逃的场面,都是抢的争先恐后。 越早逃出去,越好,越稳妥。 越慢就越危险。 所以大家都要抢啊。 哪怕一分一秒都要抢啊。 因为很可能只差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就死了。 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个电影《铁达尼号》,就可以知道。 那个船,铁达尼号不是沉下去了。 你看那个船要沉之前,大家争先恐后的。 那个有钱有事的先走。 没有钱的留在最后。 可见不可迟言,这是逃难应该有的精神。 这也是人的本分啊。 但是很可惜的是,这种精神用在信仰上,好像行不通。 有时候刚好相反啊。 为什么啦?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神这样灾难,常常没有很准确的事件。 也不会预先通知你啦。 顶多只是一些照头让你看一下。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三十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 但哪日则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时则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互知道。 末日是有照头的。 但是末日却没有准确的时间。 所以在四十三节那里说,好像贼来啊,不会预先通知的。 这个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此人常常会判断错误啦。 以为是平安没有事情啊。 结果被平安的假象给迷惑了。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七节。 不知不觉。 红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质降临也要这样。 主耶稣特别举荣的日子做例子啊。 《马太福音》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二十七节。 照常吃、喝、假、去。 《马太福音》二十七节。 等到洪水来了,才想进方舟来不及啊。 因为方舟的门就关了。 我们看到罗德在这一方面也是失败的啊。 虽然天使一直吹闭他。 但是罗德却迟迟不走啊。 他不着急,神帮他着急啊。 还好神怜悯他啊。 天使硬把他们给拉出来。 否则的话,是死在所多玛的啦。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场面真的非常危险啊。 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主耶稣快来啦。 我们应该要逃出这个罪恶的世界。 不是明年再说。 也不是明天再说。 应该是要现在。 趁着恩典的门还开的时候。 。 你趁着恩典的门。 趁着恩典的门还活着的时候。 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要趕快努力的逃。 不要担心、你不要退拖。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不可以回头看 请看回来创世纪十九章 十七节 请看回来创世纪十九章 十七节 十七节的上半句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 逃命吧 不可回头看 这是天使对罗德所说的第三件钥匙 当天使把他们领出来以后 告诉他们逃命吧 不可回头看 这也是人的本分 既然要逃就要拼命往前冲 回头看 就是表示意志不坚定 想不开 放不下 他就走不了 甚至还想回去拿点东西来 这都是相当危险的 你看很多火灾的场面本来不会死的 为什么会死啊 因为他又回去拿东西啊 因为他又回去拿东西啊 不该死 结果又死啊 我们看罗德的妻子就是这样 先看创世纪十九章的二十六节 创世纪十九章的二十六节 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了 这个罗德的妻子好不容易逃出来 但是他真的是放不下索多玛的东西啊 他舍不得那些东西 所以走不开 老是跑在最后边 那逃难 跑在最后边是最危险的 我们看那个以色列百姓走在旷野路上 哪一些人最容易被亚马利人杀的 就是那些老是走在最后的 老是迟迟才来的 那个死的最快 罗德的妻子就是这样 他不但跑在最后 他还不死往回头看 结果变成一根盐柱 这是一个很大的见解 请看路加福音 十七章 路加福音十七章 三十一节 路加福音十七章 三十一节 当那日人在房上 气聚在屋里 不要下来啦 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 三十二节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啦 在这里主耶稣警戒我们 末日到的时候 应该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不是效法她啦 而是用她做警惕啊 不要老是在最后 也不可以常常回头看 今天我们受洗归主 受圣灵 说起来我们已经逃出 Sodoma 我们正向着标杆直跑 圣经告诉我们要向前看 就是要看主耶稣 要看天国 要看将来的永生 就好像保罗那样的 所以不可以只看人 不可以只看世界 如果回头一直看世界 就好像那个迪马 没有办法跟到底的 请看路加福音 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六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九章的六十二节 九章的六十二节 耶稣说 这里提到三种人要跟从主 跟从主非常好 目标就是要得救 这绝对是对的 但是很可惜 这三个人一日都不坚决 sin embargo lamentablemente 这三种人 没有一种不坚决 一个是被世上的东西 给探索了住了 另一个是被世上的东西 给探索了住了 另一个是被世上的事情 给探索了住了 另一个是被世上的事情 给探索了住了 但是他们却不配做主的本土 他们没有办法跟随主 跟到底的 为什么 因为手扶着你 但是往后看 请问这种人怎么耕田呢 请问这样怎么走天国路呢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四点 要逃往山上 请看回来创世纪十九章 十七节的下半句 请看回来创世纪十九章 十七节的下半句 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被剿灭 这是天使对罗德 所说的第四件要事 这也是人的本分 要逃就要目标 那个目标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 逃命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 乱撞 我们看圣经里面说 那个所多玛 包括所多玛的那个地方的平原 最后全部被毁灭了 所以如果罗德逃出 没有目标 他只站在平原 或者在平原上乱转 到最后他也是被烧死 因此天使在特别愤怒上 你不可以在平原站住 你不可以在平原上乱转 你要逃有一个目标 往山上跑 只有在山上才会安全 那这问题是 爬山很累啊 山路又是常常是 崎岖难行啊 爬山爬都难了 还要跑 更难啊 所以上山本身是一个 很苦的差事哦 但是问题是 只有上山才有真正的平安啊 他这件事对罗德本身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 我们看创世纪十九章的十八节 创世纪十九章十八节 罗德对他们说 我主啊 不要如此啦 十九节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 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 救我的性命 我不能逃到山上去啊 恐怕这灾祸临到我 我便死了 二十节 我看啊 这座城又小又近 容易逃到 这不是一个小的吗 求你容我逃到那里 我的性命就得存活了 我们看到 罗德大概是平常生活太安逸了 所以想到 要跑到山上去 他脚就发软了 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求天使说 准我逃到一个小城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到神又怜悯他了 神没有灭他 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他仍然是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 他更进一步来看 他这种做法 就是身体逃出来的 但是他的心 并没有真正平安 结果造成后来 他又这一次落入罪的陷阱里头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今天我们也一样的 今天所谓的山就是指的教会 前看以赛亚书 请看以赛亚书第二章 以赛亚书第二章 第二节 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 二章二节 末后的日子 神殿的山必建立 超乎诸山 高局过于万灵 万民都要留归正山 第三节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 说来吧 我们登神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回 必出于西安 神的言语 必出于耶路撒冷 好 今天其实 山就是指的教会了 所以当我们受洗 以后 就是爬山的开始 受洗不是结束 受洗只是表示 我们开始在跑 逃跑 那到底我们要跑到哪里去啊 就是要奔神的圣山啊 也就是神的教会啊 这个山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非常高 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啊 不管多高 我们都要上去啊 也就是不管多难 我们都要常常进入教会 要常常的亲近教会 在教会里面做什么 道教会来听道理啊 道教会来唱诗啊 道教会来祷告啊 道教会来敬拜神啊 道教会来灵修自己啊 让自己达到完全的地物 这样才能够真正得到安全 平安 请看西伯来书 请看西伯来书第六章 西伯来书第六章 第一节 西伯来书六章一节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当我们受洗信主以后 不可以只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 就好像当年罗德 不可以只站在平原啊 对我们今天来说 不可以老是只求肉体的平安 也不可以只求肉体的福气 我们要竭力追求进到完全的地步 就是真的往山上跑 也就是要立志为主受苦 也就是要立志为主受苦 要立志为主而活 这样才有办法真的跟罪和断绝 这样才有办法 站站进进 做成得救的功夫 所以我们看到 当年罗德淘宗 所给了我们的教训 至少有这四点 我们必须要留意的 真的我们今天要努力 绝对不要留下自己的人 绝对不可以持眼 不可以回头看 要往山上跑 这样我们就可以逃跑成功 可以不致灭亡反的永生 最后我们来看西伯来书 最后请看西伯来书第十章 36节 西伯来书第十章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并不持眼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三十九节 我们却不是退后 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真的末日快到了 主耶稣快要再来 还有一点点时候 这个灾难 就会突然 临到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应该要 警醒预备 趕快逃出这个罪恶的世界 不要留下自己的人 不要迟延 不要回头看 要凭着信心 努力往前跑 跑到神的圣山 达到完全的地步 这样我们就不至于 退后入沉沦 乃是有信心 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忍耐的心 能够勇敢行完 神的主意 能够勇敢行完 能够勇敢行完